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接受丢用的冒犯努工 是我们全台湾千多万专业 尊业的资料中间 劳盘打拼出这段经济发展 国民所谓可以提高 经济发展 最大的公路匠 所以在这里 祝福我们全国的老公朋友 已经模范劳工 大家劳动节快乐 天天工作平安顺利 健康愉快 我要代表政府 向各位表达 在劳动商法 从5月1号同步生效来施行之后 政府还有很多的工作 要确保劳工的权利 增进劳工的补给 行政院一定会基于以上的目标 配合马总统政见的贯彻 支持老委会 及所有我们总工会的各界的意见 一起为达成繁荣经济 增进所得 保障劳工全民受益的目标 来努力 所以今后 地方面还要让经济 持续的成长 所得分配更为合理 改进劳工的工作环境 福利跟待遇 同时继续增进就业的机会 让失业率连续29个月来 最低的百分之4.48% 还要降得更低 让更多人有更好的工作 增进家庭的补给 让我们大家一起努力 祝大家健康快乐 谢谢